天主教教中方制國終於一個星期 開始在葡萄牙參加圍棋五日的世界青年節 在它星期三抵達之前 當地參與者的興奮情緒正在升溫 預計來自世界各地的幾十萬年輕人 將會參加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舉行的 圍棋一星期的活動 這是自從新冠疫情以來 首次將全球的天主教青年社區聚集在一起 據來自美國的協辦組織說 超過28,600人和60名主教 將會參加在里斯本舉行的活動 今年舉行的這個大型天主教集會 正值教中方制國本人正在鞏固它的工作當中 教中已經任命了多位的年輕主教和書基主教 並且正在準備在10月份舉行的大型會議 討論天主教會在未來的發展問題